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音姐姐 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 我们今天继续来玩樱花校园模拟器 都说一年之际再于春 一天之际再于晨 那今天又是我们音校的一个早晨 姐姐呢 约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小伙伴 决定一起去我们最新的音校图书馆去逛一逛 好好的阅读学习一下 哇塞 这个时间点 寿司店都已经开张了 我们一起去逛一逛书店吧 不过在过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左右看一看 哪有车辆 赶紧通过 哇塞 寿司馆的声音还是很好啊 不过呢 就在我们寿司店的隔壁 这边有开了一家非常漂亮的图书馆哟 我们现在可以开启第一视角进行观看 哎呀 都小心掉到水里去了 所以小伙伴们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呀 咱们先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标志 哦 这这有 在这里放了一个停车位 就是我们如果开车前来的话 可以把自己的车辆停在这个位置哦 那咱们现在开启第一视角 这样的话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我们的图书馆 哦 面前的这位妹妹太漂亮了吧 看一下我们的图书馆 距离远一点看看 它上面还是有一定标志的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櫻花图书馆了 走 那我们进去瞧一瞧吧 我好像又开启了我的飞行器啊 没办法 櫻花人手一个飞行器 有时候不飞都有点难 嘿 我们的小伙伴呢 怎么一跳到水里去了 淘气淘气 那在我们的图书馆门口呢 放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喷水池啊 这里的空气质量应该非常高才对 门口又是绿植又是喷水的 嘿 我看到三只了 你要不要一起来看一下呢 隔壁呢 如果我们饿的话 可以来隔壁这里吃寿司啊 虽然有点小贵 哇 门口这边还有很多漂亮的花 哇 没想到我们的樱花间 有这么一个建筑成的 这也太好看了 那咱们现在进到我们的图书馆里看一下 一定要记得哦 在图书馆一定要安静一点 不要太吵 也不要太闹 咱们的图书馆呢 就是用来看书学习的地方 所以呢 要营造一个非常舒适的空间 这边我们可以坐下看一下 它的收银系统 这边是一个租书台 哈喽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看一下 要租些什么书呢 一楼这边呢 分了两个区域 而且呢 还有非常多可以阅览图书的位置 哦 在这上面还放了一些架子 天哪 好多的图书啊 跟我们真实的图书馆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相像 对不对 那走 咱们现在去二楼看一看 要悄悄的哟 我们可以看得到图书馆为了小伙伴们的这个舒适程度 安装了不少的空调 我这是又把飞行器给打开了嘛 感觉整个人又飘起来了呢 这个房间里还放了好多的樱花 小盆樱花 我们上去看一看 你看楼上好多的空调啊 感觉很舒服啊 在这里看书的话应该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颜色你看到了吗 房顶是蓝色的 然后旁边是我最喜欢的这种紫色 在这些位置呢 都还是有玻璃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下面的风景 让人感觉呢非常的舒服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读书 学习 小伙伴们 你们都喜欢去图书馆读书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给小姨姐姐哦 那咱们呢 今天就在这里结束吧 我们把这个第一人车视角给它隐藏起来 然后找一个地方进行阅读 这样我就可以跟我的小伙伴 继续在这个图书馆里好好学习了 那小伙伴们 在我们玩游戏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 一定要好好学习 好好读书才行哦 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有时再见 感谢收看 拜拜